你的意愿是什么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这样给你设置个问题 打个比方世界末日 马上就要到了 没几天了 你最想要到写的东西是什么 最想跟我爸我妈 在一块好好的吃一顿饭 上一次跟爸爸妈妈吃饭 什么时候 前天吧 你没有什么要打影帝的愿望吗 我没有 我就觉得 现在能有工作干就很幸福了 就比我当时没有工作 在马路牙子上睡觉就很幸福了 你当下睡马路牙子的时候 你跟你爸妈说吗 我没说 关键我跟他说也没有用 其实我跟我爸就是有一次我说 我说爸我实在太累了 我有点坚持不住了 我四点钟 我十二点钟回家 我四点钟起不来了 然后跟我爸说 我说爸我有点太累了 我不想去了 然后我爸就告诉我两个字 坚持 然后自己回去睡觉 那大勋在之后的演戏的 这条路上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就是接到每一个角色 有的是你喜欢的 有的是你不喜欢的 你人生遇到的角色 不一定都是那个好的 所以坚持把它完成 我想演一些悬疑的 或者我想演一些 比较难的这种角色 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给我 就是我很难 那所以我现在努力的工作 是为了有一天 如果有那样的戏 那样的剧本出来之后 我可以得到那样的角色 这就是我所有努力的原因 有一天想要为所欲为 自己想演什么就演什么 演自己最喜欢的角色 我一直以为红了以后 可以为所欲为 说明我还没红 永远 整个节目做下来之后 我发现其实大勋他是 什么都可以跟你开玩笑 但是说着他的演戏 他的专业 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很认真 所以其实我相信他 你未来一定会很好 继续努力吧 你会得影帝 继续努力了 到时候再上姐姐一把好不好 我当影帝那天 我肯定拉你一把 放心吧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二位 现在大家都是在综艺节目上 看到二位的身影 那二位就是在未来之路 是到底给自己定位的 究竟是综艺咖还是演员 反正我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定 一直是个演员 无论做什么事情 无论在做音乐 或者是做综艺节目 我对我自己的认定 就是一个演员 而且不需要前面加任何的抬头 什么喜剧什么什么 都不要加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 这就是我的身份认定 因为真的没关系 我觉得你综艺咖又怎样 曝光度在这放着了 曝光度出来了之后 直接影响到的是 我们想要去做的作品 这样捷径不就走得更快一点吗 我不需要捷径 因为 如果是靠捷径的话 就不会这么曲折地走到今天 早就扔掉演员这件事情好了 那就赚钱的话都能赚得到 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的人生坚持 就是我必须得是一个演员 因为我就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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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